南環章魚 身材嬌小身上有遍佈一個個圈的鮮艷發光的藍色斑紋 如果你說南環斑魚是一種美麗的生物 其實一點都不誇張 牠們通常淒出於日本和澳洲之間的太平洋之間的客服 身長只有12到20公分長 雖然有著華麗的外表 平常的南環章魚生活其實很低調 會變得好像變色龍一樣 將身體的皮膚變得好像跟周圍的岩石一樣 來隱藏自己 不過如果你在游泳或潛水的時候 不小心遇到牠們或者踩到牠們 牠們就會用牠們註冊雙邊的南環斑紋展露出來 不過如果你不要以為看到這些南環就好像很開心 因為比起拿起相機 你最好拿起電話快點報警 叫醫院或者打電話給你家裡講為言 南環章魚只要以小龐蟹或者吃蝦來做食物 偶然也會捉魚來吃 雖然食量不算大 但牠們用來捕食的武器可能是不同的反響 南環章魚是全世界毒性最強的動物之一 在牠們口部的口部會噴出一種細菌 而這一種細菌會分泌出一種毒液 其中所含有的可怕的神經毒 牠們也會先以毒液來癱瘓獵物 再撕開獵物吸取牠們的肉 當然除了獵食 劇毒也是用來反擊侵略者的武器 當南環章魚一旦受到攻擊的時候 牠們就會用牠們渾身南環的殺人模式 牠們的毒液不止對一些蝦、蟹又融 一隻南環章魚的身上所有毒 足以殺死二十六個人 而南環章魚的毒液進入你的身體 會癱瘓你的肌肉 令到你呼吸系統停止運作 最嚴重可以令你缺氧而死 儘管目前未有任何解藥可以治療 身中南環章魚毒液的患者 不過也不是毫無辦法對付 如果可以說到在毒性貪患之前 將患者送到醫院 駁上人工呼吸器 持續將毒性給身上中和 患者有能力自我呼吸之後 或者可以逃過一劫 但有個問題是 只是發現遭受到南環章魚的攻擊 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南環章魚的體型又小 而且又有保護色 一時之間很難察覺牠們的存在 而且牠們的攻擊只會造成患者一個很小的傷口 即使你被咬中的時候可能一點都不痛 也都感覺不到 所以一旦你出現癱瘓的時候 已經是無法呼吸 已經太遲了 所說美麗的事物總是危險 南環章魚作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之一 好 講完 我收台了 快點去玩 看幾點都不知道幾點 快點去玩 快點去星火殺手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